可可粉充泡后加入浓郁鲜奶 最后撒上可可脆片 首邀店推出新品项 要吸引消费者目光 因为在冬天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可可系列的商品 但是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创意 跟一些差异化 首邀饮店竞争激烈 饮品得不断推陈出新 根据财政部数据显示 2011年底 饮料店约有14282家 到了2022年8月 增加到了27509家 成长将近一倍以上 民众爱喝首邀饮店 尤其在这种一级战区的商圈 每走几步路就会有家首邀饮店 根据经济部的统计 2011年饮料店的营收是546亿元 10年之后 2021年已经提升到了924亿元 而预估2022年还可能突破千亿元 在历经三级警戒禁止内用的政策下 冲击餐饮业的营收成长 不过疫情趋缓后慢慢推升 饮料店的营收 2022年前10个月饮料店 营业额为899.1亿元 创历年同期新高 但如何在饱和的市场中突破重围 成为首邀业者的重大考验 全台密度最高的是嘉义市 那店家住最多的是高雄市 然后在现在我觉得要搭配一个很好的行销模式 跟策略很重要 你可能就是媒体啊 平面啊 部落客啊 甚至于说一些粉丝团的经营啊 都必须要整体搭配上 才会有好的效果 大家已经开始走向打卡风 走到网美风 所以大家会在视觉上开始做一些不同的变化 因为政策上的改变加上消费者的习惯 这些小邀业者他们在整个设计产品线上面 也会做一些不同的调整跟改变 你如果跟不上消费者的习惯 跟不上市场的趋势 其实泰州换新的这个比例也很高 那这个市场 我相信它还没有到一个饱和的状态 将咖啡豆磨成粉再充煮 咖啡香气立刻散发出来 再倒入奶泡调配完美比例 还有舒适的座位空间 咖啡馆成功站稳饮料店业别加速第二名 与2011年底相比 咖啡馆成长将近1.6倍 其中台北市929家夺下冠军 每万人口就有3.8家 每平方公里就有3.4家 台中市474家排名第二 新北市则是位居第三 摊饱和我认为还说不上 但是成长趋缓是确实 每三年就会有一次开店潮 而且甚至到了大概14年15年的时候 是已经进化到每两年就会有一波开店潮会跑出来 大环境我认为是比较大的决定因素 根据国际咖啡组织统计 台湾2021年全年咖啡消费总数28.5亿杯 平均每人每年喝掉122杯 从2018年起每年增加1.6% 台湾喝咖啡不断增加 不少人更从评价咖啡提升到对精品咖啡的爱好 不只咖啡店竞争 就连连锁超商也早早加入弹局 像比如说这几年我们看到像咖啡吧的连锁体系 他们都尽量的推出新的精品咖啡 便利超商体系 他们也都有推出他们的专属的单品豆 或者是精品咖啡 事实上商业咖啡精品的话 这个是不因大环境的影响 而被影响的趋势 整体来看我是觉得在科技园区里面 推出好的精品咖啡商品的这种店会越来越多 以台湾民众来讲 我们大概近4成的民众 每天都会喝一杯咖啡 至少一杯咖啡 如果换算成人数的话 全台至少有800万人 每天都要喝过一杯咖啡 他们在取决喝咖啡饮品上面 大概就分几个面向 包含了就是他个人的口味 以及他饮食的习惯 以及购买上方不方便 还有以及他的价格 台湾号称饮料王国 不论首邀饮市场或是咖啡店 口味独特性 创新和服务都得与时俱进 才能牢牢抓住消费者味蕾 TVV新闻 颜热学人刘若君台北采访我道 请支持TV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